这家小馆子是我近半年来吃的最多的一家传菜馆 由于这个疫情呀 这家电话估计也坚持不了多久了 正值饭点总共就一桌子 这家馆子是我经常自己要的 每日回来吃的一家馆子 性价是相当的高 这素菜都是十几块钱 肉菜一般就是二十来块三十 贵的呢就是个四五十块 今儿个咱来个三菜一汤 一天最幸福的时候就能在家里边 吃点小菜喝点就太幸福了 但我总结了个经验 这菜千万别打包拔来 你就在那吃 这一打包回来 真的一点卖想都没用 这回翻车了 来来来我喝点 哇 这个水煮牛肉 这简直是水煮菜 一会儿菜还没吃饱 那先把自己料倒了 我这酒量 就是半斤八两 差不多就这样子 菊花卖这酒喝一斤差不多 也就倒了 这就是这两碗啊 这酒呢 它是属于比较绵的 入口很绵 喝着很舒服 你放心 即使你不会喝酒 你喝这个酒开始 你都是能接受的啊 这个酒可以作为 你刚喝白酒的一个入门 非常的好 很合适啊 我觉得这不是干渣带鱼 这是干渣煤球啊 就这么黑的这 这干渣带鱼 它这个带鱼切的 我是有点想不明白了 它比较切成斜刀块 那斜刀块 我看这每个都像鱼头 你知道吗 把我吓得不敢吃 不知道老板咋想的 这北方不爱吃海鲜 其实 百分之九十的原因 是因为嫌麻烦 北京呢 有三白 号称京师三白 菊花白 辅酿白 莲花白 咱看那个狼烟北平 那个文森啊 你去见老板 半斤莲花白 一把花生米 这是他活的时候啊 有钱的时候 最后文森成啥了 拿一个石头 拿一个石头 为人家老板叫一盘醋 拿石头蘸醋 咋喝酒呢 我听当年还有人是拿那 铁钉子蘸这醋喝酒 或者蘸这酱油 而且那铁钉子必须得生锈 生锈它能把这酱油 把醋裹上 吃着有滋味 做一口铁钉子 喝一口酒 店里没生意 老板也没心情好好做饭 这几层打倒了不少店 开心 店里还有酒 店里喝酒 店里放下 开心 店里面 在泡 店里倒红 店里重 店里的 店里 店里